3 2 1 嘿 大家好 我是大牙 欢迎到今天的视频 很高兴能够在这里跟大家再次见面 收一下 开始 在最近的3期vlog的片头当中呢 我用到了一个小小的AE当中的技巧 叫做3D文字追踪 那用了之后 很快就有小伙伴里在评论里 在私信里都会问我这个是怎么做到的 然后催我出这个视频的教程 那今天我也就不搁大家 现在就教你学会 AE当中的3D追踪 看个片头 我们继续 一提到AE两个字母 相信可能有一些朋友就已经 哇 这么难东西 不看了不看了不学了不学了 这一个效果在AE当中 它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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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简单 那现在我们就去电脑上 立刻get它 那现在我们就来到电脑上 我今天下午呢也是临时拍了一段演示的素材 就是这一段了 我也把它进行了简单的调整和调色之后 我们下一步要做的就是 在这段素材上右键 点击使用after effects 合成替换 当然你电脑里一定得先有这个AE 然后点击它之后 我们就会自动的打开AE 然后在AE里面再把这段素材链接进来 我们下一步要做的事情就是点击旁边的效果和预设 我们在输入框当中搜索3D往下拉 就能够在透视里面看到一个3D摄像机跟棕器 我们按住放到素材之上 放手 然后下面要做的事情就是安静的等待后台分析 好那现在就已经渲染完成了 我们可以看到屏幕上多了很多的彩色小点点 当你把鼠标放上去呢 也会出现一个射拔 它的目的就是让你拿起一块石头 或拿起一根键 往着把心里扎穿就好了 好了不提了 我们来好好讲解一下 就是当你把鼠标放在这些圆点的时候 它会自动拾取三个 然后呢看到生成一个这个圆盘 这个圆盘的作用就是帮你去辅助的识别 这三个点形成的面 就是这个圆盘的面跟这个平面的关系啊 比如说这三个点我们能看到这个圆盘是立起来的倾斜 那也就是说它追踪的效果是这个立起来的这三个点 但是我想要的一个效果呢 就是我希望在随着播放的时候 我希望这几个字跟键盘是垂直的跟踪关系 那所以我需要的并不是一个斜角的跟踪 而是一个平面的跟踪 它的跟踪是建立在这些平面的点上 而不是一个斜角的点上 那我们所以要做事情就是找到三个点跟这个键盘是一个平行的面 OK 大概是这个面会更好一点 大概是跟这个键盘是更加的水平的位置 这个点啊这个点好像更合适 那挑好你选择好了三个点之后 鼠标点击一下 它就会自动把这三个点识别 下一步要做的事情就是右键 创建文本和摄像机 点击它 就会看到这边多了一个文本框 然后我们可以点双击文本 输入一个你想要的文字 比如说我会打我是打牙 输入好文字之后呢 我们可以点击选取工具 也就快捷键是v 我们先把它拖到一个自己能看得见的地方 然后把字缩小一点 然后再拖过来 然后这时候呢 就能看见多了三个轴 x y z 那这个时候我想啊 我的字是跟键盘是垂直的关系 那我们就需要用到一个旋转工具 在这里快捷键是w 按下它之后 我们先把它进行一个翻过来 大概调整到一个你觉得合理的合适的位置 然后再把它进行一个翻转 然后再倾斜 那如果说这个时候的字太大 你分辨不清或者是字不全 我们可以把这个往后拉 比如说我把它放到这儿 我发现它的位置 跟我想要的位置偏的太多了 那我就把它大概先挪到这个位置上 然后再进行一个细微的旋转调整 再调整一下 一定要让这个透视看起来合理啊 不然就会显得很假了这个效果 OK好像看起来挺合理的到现在 它是垂直于我这个键盘之上的 然后透视效果也是很好的 那我们再回到第一针 按下空格键预览一下效果 看起来效果我现在目前来看还算挺满 但是发现这边好像还是有点太翘起来了 我们可以再进行一些细微的调整 OK 好像大概差不多是我想要的一个效果了 OK现在看应该是应该是一个比较舒服的效果了 OK那这个时候我们在AE当中操作完 我们只要点击保存 然后回到我们的PR当中 在这段素材的入点 标记入点 然后在它的结尾标记一个出点 然后再按下回车 进行一个实时的选取渲染 在等待PR的渲染完成之后 我们效果也就彻底制作完成了 OK 这就是所有的电脑操作了 怎么样是不是没有骗你 是不是真的超级超级超级的简单 那如果您学会了今天的视频内容的话 希望你也能够很快的运用在自己的下一个 或者就是下下一个视频当中 那很希望我的视频也能够对你有帮助 那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此结束了 我是大牙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哦我忘了说了 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请记得点赞 投币 转发和分享 以及关注我 好了我是大牙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